Hello 大家好 我是空姐愛妻桶 Welcome to my color 今天呢 來到了Morocall 有沒有看到我一身的打扮 哈哈哈 它這裡是位於台灣南部的墾丁 哇不曉得已經幾年沒有來墾丁了 這次呢就是因為生日 所以就特地來到了墾丁 就想要找幾間很有特色的飯店啊 或者是民宿 然後呢就看到了這一間雅曼達會館 他沒有找我業配友自己幫他拍的 其實現在早上才7點鐘 老公跟兒子還在睡覺 所以呢 我就想趁這段時間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Hotel實在是太特別了 這應該真的是全台灣 就是唯一一間的摩洛哥風的飯店 我住的這一間呢 它是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它也是很有摩洛哥的風味 因為我們其實只有一家人來嘛 所以不用租到它那種有一個私人泳池的 然後呢它有一點這種建築風格 拍起來就還蠻美的 好啦IG上面超多美女的 我就不跟大家介紹這個了 從陽台走回來呢 這邊呢就是廁所 它算是乾濕分離的 這一個區塊 你看它這個小設計 真的是會讓人家覺得很有Feel對不對 然後呢衝早的在這邊 那另外它這個洗手台也是很可愛喔 居然會特地找到這種 像花瓣的這種洗手台 然後呢後面的鏡子 我覺得也是很美 然後我就覺得 欸這邊的感覺呢 它真的是很舒服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是大家都不能出國嘛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是愛拍照啊 然後喜歡這種異國風情 就盡量的在台灣 看能不能找到一種 偽出國的感覺 那接下來呢 就從廁所再走回房間 那空間很大 這邊有一個就是座椅區 一般房間是8坪到10坪 感覺應該有12到15坪左右 然後我覺得它這裡的設計 砍燈的設計啦 牆面的設計啦 然後呢還有另外這個 飲料Bar的這個地方 它裡面有兩罐飲料是免費付給你的 然後我覺得很酷的是 這個放行李箱的這個架子啊 裡面好像有寶藏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門呢我覺得也是 很有特色的這種藍色的門 它給我們的早餐券 就是很像賭博的那一種麻將啦 或者是打Poker的那種 投馬的感覺 好那我現在就帶大家去外面看一下 它的大廳啊 然後中庭啊 大概長怎樣 然後呢等一下也會順便去吃早餐 好那就跟著我們一起出發吧 再見 中文字幕——YK 客人你的中東馬鞭炒茶 還有椰棗被我吃光了 椰棗好不好吃? 他剛剛看到這椰棗馬上又拿來吃 他們用這個椰棗呢 有的時候會跟巧克力包在一起啊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那種創意的這個椰棗 然後是可以帶伴手禮回來的 你已經進來了 網美拍照細水池 那邊呢就是最美的景點了 看到好多個美女也在那邊拍照 因為它的水的深度不深啦 其實就一公尺 所以他說這邊其實是吼兒童的 獨角獸呢是這邊附的 所以他就是給大家玩 大家都可以使用那個獨角獸 好啦 細水池就介紹到這裡囉 這一樓的廁所太美了 所以我就來補拍一下 你看是不是很美 這裡 真的是愛拍照的女生真的是會拍到風 真的 昨天晚上呢這裡呢有請到那個駐唱的歌手 然後你就可以帶吃的來這一個花椰 可以自己準備吃的然後帶來這裡享用 不錯吧 可惜沒有中東料理 這一個就是我說就是 因為這是比基尼嘛 然後這是另外一套比較沒有那麼露的 對 他就不會把事業線露出來 但是我看裡面有幾件就是品質是還好 然後我覺得這個比基尼很美 所以大家來就是挑個比基尼 為您介紹一下我們中東服的租介室 首先第一步 你可以先租介看是要上面的比基尼 還是要下面的這種短袖的服飾啦 或者是也可能都被借走了 就像我剛剛介紹的那一款一樣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露 但是也是有露腰的 對那我覺得 比基尼很美 所以有胸部的人可以挑比基尼 沒有胸部的像我一樣也是可以挑比基尼啦 好然後呢 挑完你想要的上衣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裙子 那我昨天有發現喔 他的裙子就是有兩種 一種是像有這種就是比較寬大的 還有一種窄裙式的 這個如果腰很細的人 就可以穿這種窄裙式的 配的方法呢 來我來教各位 一種是你可以用跳色的 譬如說紫色配黃色啦 像我的顏色有寶藍色配紫色 選擇完你的裙子之後 好沒有那麼簡單喔 這一條它其實是另外附的 這個鈴鈴鈴的聲音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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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就是這個腰風啦 你可以請他幫你挑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挑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就是他們兩個顏色不一樣 跳色的就會比較好看 或者是男生也有這種帽子啊 這種中東帽 對 昨天我看到是有一個爸爸借 然後他那個小姐才問說 欸要不要帶一個神燈 但是女生的話 他就沒有特別講到這個神燈 可能男生就是穿起來 就跟阿拉丁一樣吧 所以可以借這個神燈 或者是你想要的是這種 像髮枯式的這個 戴在頭上的 然後呢你就可以選一樣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頭紗 你有沒有看到 昨天他直接推薦我這個 拍起來就是有點亮晶晶的感覺 再來最後一關 來看這裡 你拍他們 美美的首飾 他這一個呢 我昨天還蠻慫的 我以為是項鍊 但是他說沒有喔 這個是頭鍊 就是戴在頭上 這樣子夾著 這個我們頭紗呢也就不會掉 然後呢就完成了 他現在就是主要租借費的話是 200元 從下午5點到晚上9點可以租借 然後呢可是你租可以租到 今天的早上 因為退房11點嘛 就租到現在就是 10點鐘 我準備要還了 然後你只要有在FBR Instagram上面有做打卡的話 他200塊押信就會還給你喔 好啦這裡就是 Amanda Hotel的全部的介紹 好今天的影片就要先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空姐愛氣頭 跟喜歡我 對於這個Amanda Hotel的介紹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也可以告訴我說 你們有沒有在這裡租借過啊 來這裡玩過啊 拍照啊 記得訂閱空姐愛氣頭 然後小鈴鐺要開啟 謝謝 掰掰 Amanda Hotel的中東舞團 好 開始 在哪裡 Гß 我們連發掌了 活潑 來吧 我們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